32名中华民国国民昨晚在孟加拉被捕 原因是涉嫌非法经营网路电话 驻印度代表田忠光今天表示 密切关注案情发展 有必要会立刻派人前往孟加拉首都打卡 明年1月马总统出访宏都拉斯的行程 传出外交部已经完成规划 并要把西非的盛多美普林西比纳入 让总统完成还未造访的邦交国 目前等马总统定案 台湾商人张安为终于在遭掳36天后释放 据悉菲律宾苏路省的财政厅长 也被阿布萨耶夫组织掳走 组织手中还有17名肉票 平面媒体抽查全国20个公厕洗手乳 发现半数寒菌 其中台铁台中站女侧 洗手乳超标3万多倍 而松山机场女侧还验出 可能引发肺炎或败血症的绿农杆菌 但卫福部对已拆封的洗手乳 却无法规范 新台亚台电视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肺炎 新台湾 转发肺炎